我等会啊 我这么理解啊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就是 相亲妹 是这意思吗 对 第二天 不是 你今天怎么开车来了呢 这不我驾照刚下来嘛 然后我哥就把这车给我 让我练着开 我说我这么眼熟 你这真是个好哥哥呀 那必须的 你也不看是谁 对了 我面试过了 啊 真的啊 对啊 那恭喜你啊 但是吧 大于啥的一般 我想先试试看 先干着 然后之后再说呗 先干着吧 嗯 对 对了 昨天你相亲的事你家里咋说 嗯 也没咋说 我就说人挺好的 然后就是他说有点事就先走了 我想的是有空把他叫起来 然后我跟他说一下 让他跟我妈说他有点没看上我 这样我妈就不能强迫我了 倒也是个办法 对啊 不过我感觉还有一个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 容容要不我们在一起吧 这样家里就不会比你了 我总感觉好像是 我想顺其自然而起 有仪式感的那种在一起 有仪式感 好 明白了 那你明天约他的话带我一个呗 行啊 我想着咱一起聊一聊看怎么说比较合适 好啊 对不 然后如果要是回家的话 要方便的话也带我一个 带你 毕竟这么多年了阿姨也认识我 也知道我对不 对啊 没有什么不方便 行 没啥别的事 那我先走了 拜拜 你回去慢点啊 不用我送你 不用 我自己走就行 拜拜 拜拜 拜拜